癌症自救之道 我是真是强 我这次从得病到出院 时间不长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表示我自己很努力 医生很对症下药 然后看父 还有各方面的人 都对我会很关照 特别是家人的支持 这更重要 但是不要忘记 老天的帮助 如果老天不保佑 那你是好办法的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想 因为这样想格级太小了 癌症这个病症 对全世界来讲 迟早他会拖垮财政的一种病 哪怕你财政再健全 最后都被他拖垮 国家社会家庭个人都会被他拖垮 树里预防众以治疗 治疗众以事后的保健 但这些事情都是我知道我知道 我彼此人都知道 但是你只是做不到 因此我们会把他很慎重的提出来 并不是说我想活下去 我是为了什么 那太自私了 一个人 如果你抱着这个心怀 老天不会救你的 他认为救你一个有什么用 救一个其他人 我那么多什么就不了了 救你一个人 你是什么社会的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胸怀提高 格级要放大 做任何事情 为整体 人类如果一天再晚困你这种疾病 而天天才能想办法治疗的话 你再健全的保险制度 再好的财政 都是会被他拖垮的 没有一个家庭敢说 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 我能够支付这么重的医疗费用 你总有个宝 什么宝也是政府要支持的 因此 我们这次讲 自救之道是有他的道理 不是说我在这里我很神气 我把这个政治好拉 不行 你一讲那个你就糟糕了 马上又来了 我马上就通给你看 他很厉害 你敢 我没有这种心情 我只是说 不是就我一个人 要让大家更了解 怎么样预防 所以 我们 有时间的时候 还可以来谈一谈 保健之道 因为 哎呀 前上老爬 后上更显 你以为好了就好了 那个福建之路 更是花费长久的心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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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